长行珠宝 百达斐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风险 税收 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诧询408-689-2509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欢迎您在晚间七点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是周乐 我们今天要谈一谈9月份的市场 当然也会包括了10月 还有包括2014年的最后一个quarter 美国的股市的走势 邀请到的嘉宾 他是东豪理财的负责人张东豪博士 东豪你好 周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4年的9月8号 今天是中秋节 我们首先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 中秋节愉快 祝您健康 并且投资都成功 好 我们看一下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整个的礼拜加起来的总成绩 股市是小涨的 都是只有涨到琼斯38.91 纳什达克2.63 标普500 4.34 投资人好像经过了一个周末之后 对于投资的股票方面都非常谨慎 那今天呢 道琼斯在盘在开盘一直盘中 然后到收盘的时候都是成小型的下跌 非常小规模的这个下跌 那成绩是怎么样呢 道琼斯下跌了25.94 做收在17111.42 标普500下跌了6.17 做收是在2001.54 跌幅是0.31 纳什达克综合指数是唯一上涨的一个指数 上涨了9.39 收市是在4592.28 涨幅呢也是非常的少 只有0.2% 我们首先从上个周五的南方Payroll的这个结果来看 冬豪这个其实预计南方Payroll是增加24万2 但是真正的只有上涨了14万人 那么这个unemployment呢 是还是保持在6.1% 这种应该算是在经济方面是比较负面的消息 可是市场并没有反应 either way 对 星期五的市场基本上出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们看到这次南方Payroll真正的数字跟预计要差很多 就是说而市场却没有什么反应 如果我们我们把这个数字放到两年三年以前 如果是2009年或2010年2011年的时候 出现出现同样的状况的话 那市场肯定会有会有比较大的反应 肯定会有比较大的跌落 就是说为什么在2014年南方Payroll跟预计差这么多 却市场却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可以讨论 其实市场已经在不同的可以说不同的周期 不同的环境下面 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会有不同的反应 就是说那么在2011年甚至在2010年 甚至2011年的时候 甚至2012年的时候可以说 市场所担心的事情就是说 美国经济是不是 因为那时候刚刚从那个recession的情况下 刚刚从08年那个金融海啸 经济受到很大的挫伤以后 2010年 2001年 美国经济刚刚从recession上面开始复苏起来 就是说那时候联储局还在处置 还在用非常大的手段来帮助美国经济 有更好的发展 就是说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面 如果南方Paylor是一个经济的指标 就是说如果南方Paylor比预计差很多的话 那么投资者就会怀疑 是不是我们美国这个经济 没有进入一个发展状况 是不是美国经济还是处在 经济萧条的状况下面 就是说所以那时候就是说 两年前三年前 市场所担心的是 美国经济是不是有发展 就是说美国经济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辨别跛脚了 已经开始开始发展状况 还是还是在recession的状况下面 所以两三年以前 这是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那么这是早期市场 所以早期市场投资者关心 是不是经济走出了recession 因为只有经济走出recession 公司才可能增长 它的earning才可能让股票有上涨 所以所以两三年以前 最大的最大最大最大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是不是经济走出了recession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知道经济已经不在recession 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所以当时的市场风险 是经济还是recession 不是recession 那么今天的市场风险 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知道 美国经济处在一个缓慢增长的状况 而且经济应该是跟去年相比 越来越好的状况 所以说所以美国经济 是不是处在recession 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市场并不关心这个问题 大家这个已经 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回答 不需要再有回答 所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最关心的 是不是经济会发展的过快 如果经济发展的过快 那么联储局很可能就要提早 提早增加力 增加力 那是对市场来说是一个不利的事情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说一个比较差的数字 反而就说给市场的投资者 带来一个安慰 就是说联储局不可能在这种状况下 提前抬高利息 所以因为其实我们真正的解剖这个数据 真正的看它数据背后的数据 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差 因为14万2000跟预计的22万5000要差很多 其实如果真的这么差的话 其实确实也是一个很值得担心的事情 就是说联储局已经花了这么大的力量 难道经济还是这么糟糕吗 所以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看这个数据的话 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可以从基点上可以看出 首先那个囊房payroll是美国经济增加了 比如说14万2000个工作 但是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不是增加14万2000 是有200万人找到了工作 有180万人失去了工作 是200万减180万车 才得到20万或者14万2000这样的数据 所以是两个很大组织减去以后得出的一个数据 所以这个数据by nature就是说 你如果学过一点统计的话 就知道这个数据的误差率是很大的 其实所以 如果说正负10万人应该都是 还是average可以接受的 从南方payroll角度来说 至少是一个月的数字 正负10万是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确实两个数字很大 你一个加一个减对不对 出来的差距是肯定是很大的 但是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就是说所以一个数据 一个这样的数据并不表示 并不能说明现在经济的情况 要很多要几个月的数据平均起来 才可以说明近期的情况 那么今年就是说 今年1月份到8月份8个月来 南方payroll平均每个月是21万5000个工作增加 就是说所以8个月来增加了 大概180万个工作吧 就是说还是这是1999年以来 速度最快的8个月就是说 所以从整年的角度来说 其实开始时候也不好 只是中间比较好 从整年的角度来说 南方payroll的美国工作的增加率 还是非常高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原因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上August的8月份的 那个work week 因为在统计的时候 统计是说平均每个人工作 一周工作多少小时 就是说平均每人工作 上个月是34.5个小时 跟7月份比 跟去年相比是相同的 其实所以跟7月份相比 是像8月份的数据 跟7月份比相同的 所以如果真的 并没有减少 如果真的市场 如果真的劳工市场 有降低的情况 那么作为一个雇员的话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是减少你雇员的 做一个选择减少你雇员的 那个工作的时间就是说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上个月Average Work Week 并没有减少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Involuntary Part-Time 就是说还有一个数据 叫Involuntary Part-Time 就是说有些美国人 他想找Full-Time的工作 但他找不到Full-Time工作 他只能找Part-Time工作 这些人也被列在 统计数据之内 就是说然后这个数据减少了24万3千 就是说有24万3千的人 在7月份还是Part-Time的工作 在8月份他找到Full-Time工作了 就是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所以更多的人找到Full-Time工作 有些人想工作Full-Time的 只能工作Part-Time 在越来越减少 就是劳工聚业市场的一个好消息 另外就是说而且工资增长率 大概是所有人加起来 大概是2.1%左右 这个是增长 但不是很快的增长 这个其实是股票市场 最需要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如果增长得很快的话 如果工资增长得很快的话 就说明劳工是一个 处在一个缺乏的状态下 如果劳工缺乏的话 那么当然工资会增长得越来越快 虽然工资增长得越来越快 当然对消费来说是有好处的 所以对公司的earning也有好处 但是如果工资增长太快的话 那么对通货膨胀 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 会造成通货膨胀 造成通货膨胀的话 就会造成联储局提高利息 更快的情况 所以反而工资增长很快 反而经济增长很快 反而是对市场来说是一个不利 像这样 就是说这个8月份的 那个劳工缺业状况 其实从表面看来 好像是一个不利的数字 但是如果你看得深一点 其实就继续了 继续证实 就是说美国经济 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缓慢的增长状况 不是一个突飞猛进的状况 所以联储局没有必要 联储局现在在减少 它的tapering到10月中旬 就结束了 会结束 然后什么时候增长利息 现在看来也许明年的中旬 所以这个timetable应该说是没有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联储局还是照他想做的事情做 没有必要提前提高利息 也没有必要改变他的计划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这个数据其实是很受市场欢迎的 所以说不同的时空 同样一个数字出现 就会给投资大众 或者是institution的 portfolio manager 带来不同的效果 不同的反应 那这次在上个礼拜五 出现了这一个piece of very important information 反而变成负负得正 就被抵消掉了 其实这个数字如果出的太好 南方period增加的太高 说不定反而投资人还会紧张 在目前的投资状况下面 我们就需要比较 现在处在一个温的状况下面 太热了也不好 太冷了也不好 不温不火 太冷的话就说明 公司的earning增长会很不好 就说太热的话 虽然公司earning增长很好 但是利息会增长 利息增长往往是超过 earning增长的 利息增长对市场影响 往往是剩余 就说earning增长的情况 所以在温的路上 走是最好的路 所以就不冷不热的情况 现在是对市场 不冷不热的经济数据 是对市场最有利的 同时不久之前 才在这个修正过的 第三次修正过的第二季度的GDP 美国是成长4.2% 那也不好再过热了 那在现在所处的9月 正是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的最后一个月 最后一个月了 那这个月过完了 10月份就要来开始报告 第三季度的业绩了 通常一年里面第三季度 应该是比较弱 我们不能说差 而是比较弱的一个季度 第三季度不太容易预测 因为第三季度包括了 主要是就是夏天这个 第三季度是7月8月9月 那就包括了几乎整个夏天的情况 就是说 那么在夏天情况 通常在夏天情况的话 雇员的Vacation Schedule 就比较多一点 如果你想想你是做Sales的 你要某某人 即使这个Sales已经Go Through了 就是说已经公司要下订单了 但是某某经理在Do Vacation 他要回来的时候 才可以签这个合约 就是说所以往往夏天这个季度 是最难预测的 就是说所以往往在这个季度下面 公司给的那个Guidance 也是最难实现的一个季度 但是公司也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我想一般情况下 如果我们看历史上 就是说一般公司给的那个Guidance 然后公司多少百分比 多少百分之多少公司 会比预计好的话 基本上都是百分之六十五百分之七十左右 在夏天并不是差一点 因为公司也知道 夏天的情况比较难以预测 但确实话说过来 夏天确实有时候 有时候变化的幅度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也许10月份爆额令的时候 有些公司所以会比较差一点 这也是正常的情况就是说 好 我们从散户的角度 还有从Portfolio Manager的角度 来听听事情呢 有的时候我们也就不必操之过急 不要太紧张了 我们果然是看到NASDA 在最近表现的都比较强劲 那这个跟阿里巴巴从今天开始 就要在全美国做Road Show 它一共要做120场的Road Show 那么在9月18号呢 开始就要看看它的IPO的价位 是不是真的是在60到66块之间 同时在明天就是在De Ansa College iPhone呢 它就要release这个iPhone 6 是什么样的情况 还有他们的iPhone Air 会delay到什么时候 所以明天也是一个很重头戏 所以在NASDA的高科技股的追捧之下 今天NASDA就是唯一上涨的指数 9月份多半就是在12个月份里面 排名都是掉在最下面的 那我们在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 来听听看历史上的9月 可是不是听说10月也蛮糟糕的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这个如何影响到 我们手中的股票 应该做怎么样的调整呢 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牛市连创新高已近七年之痒 注定要来却不期而至的 下次金融海啸后 您会再成为受害者吗 还是勉强逃过一劫 怎样才能做到进退自如 不战而胜呢 欢迎参加英途财富 投资时局警示讲座 未与筹谋 如何稳操胜算 于下次金融海啸 9月14号星期天下午 报名intowealth.com 进入财富 获质点408-586-9969 586-9969 Frank Liu 由加州第一全美第一 28年房地产专家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住宅商业地产 投资房写字楼购物中心酒庄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 Liu 408-313-2688 预约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Frank.lou88 at yahoo.com Transpacific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险 和年金的General Agency 代理超过30家知名保险公司 在全美有超过1000名保险经济 公司总部位于Arcadia 并于City of Industry Torrance San Jose及Las Vegas 皆有分公司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专业的培训及高佣金 泛亚一定可以让您的事业再创高峰 欢迎保险经济加入我们的团队 电话888-831-886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东豪博士您好 大家好 好一提到9月 我就想到跟这个Blue 联合在一起 忧郁的9月 可是我的印象又觉得 10月份都是大跌 都会发生在10月 这两个月连在一起 不大妙 一般从历史上历史平均来说 10月份还是可以的 10月份的平均还是正的 就是说 而且也不是最差的一个月 那么历史上平均 10月份确实有几次大的跌 是确实跌在10月份 但是绝大多数时候 10月份还是一个不错的月 但是从历史上到现在 就是说你看S&P500 1928年到现在 当然S&P500其实 1928年其实没有S&P500 S&P500是1957年开始的 那么1928年的S&P500是 就是说S&P出了S&P500以后 它就按照它的criteria 就选500公 如果它1928年存在的话 会会这个500公司 就是说 所以这是一个假设的情况 但是也是反映了真实 当时股票情况 所以也许听众朋友 很有知识的说 你怎么说1928年 那时候还没有S&P500 那是就是S&P500公司 S&P500这个工 S&P Standard Poor 这个公司 Reconstructed 就是说 那个以前的是什么状况 就是说 所以从1928年到现在 就是说 所有的September平均 回报率是负的1.07 就是说 这个是非常 好像负的数字不是太大 但是这是非常不寻常的 因为你想想看 1928年到现在 股票涨了多少 多少倍 就是说 股票长期来说 是一个增长的状况 就是说 所以长期来说 它的 长期来说 长期平均基本上是 5.27 这是real return 加上inflation 就是8到9的回报 所以长期的回报 是很正的 正面的回报 是很好的数字 就是说 所以每年平均 既然是8% 9%的话 那么每个月的平均 就是大概1% 2% 0点几吧 就是说平均 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说每个月 1月份到12月份 除了9月份以外 每个月的长久的平均 都是正的 就是说 只有9月份的平均 是负的 就是说 这个是 有时候 一两个数据出现 很可能是一个excellent 就是说 就是确实说 从1928年到现在 9月份的平均 就是负的 就是说 而且全年就这个一个月 平均是负的 就是说 所以还是要让 虽然有时候觉得 这也许是excellent 也许是什么 但是还是要 我觉得作为投资者 还是要 还是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一方面 9月份是夏天的结束 种种的原因吧 我知道 就是说 反正9月份 这个月是负的 而且 而且就是说 不但9月份 这个月是负的 而且我们现在 现在今年是 我们美国叫 就是说 不是总统选举 中期选举 不是总统选举 选举 总统选举的后面 后面两年 所以 所以众议院 参议院有些 然后周二时候 有些竞选 竞选 竞选 竞选的年吧 就是说 不是竞选总统的年 但是是竞选的年 在中级竞选举年的话 9月份 负的数字更高 9月份是 负 超过了 反正超过 他负的更负 就是说 比一般的时候 还是要超过1.07%了 就是说 所以 所以中级竞选的时候 9月份是 尤其 尤其不好的一个月 所以看一下 政治在给我们投资 有什么样的影响 大家听听就知道 作为投资者 当然这还是要注意一下 但是 但是虽然9月份 平均是 但是 the good news 就是说 好的消息 就是说 在中级竞选年 有说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是全年最好的三个月 所以 所以虽然9月份 也许有一些 那您觉得 2014年的9月 也会循着历史的轨迹 而表现的 比较不好一点吗 这是很有可能性 我觉得 不一定 很有可能性 这话说得很对 有可能啊 但是也有不可能 对不对 就是说 虽然平均是负的 但必不表示 每次都是负的 就是说 可是 as a portfolio manager 来讲 你会不会在 你的portfolio里面 做一些hedge的动作呢 需不需要呢 如果是9月份 做这样的动作 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 你要卖掉东西的话 你有tax consequence 你有market impact 就是说 你有进出的 进出的开销 就是说 其实 其实你有 要去timing 这个9月份 其实是非常不值得的 作为投资 就是说 但是如果你正好有cash 也许你还没有投资的话 就不要再9月 何妨等到10月份再投资 那就是说 所以就是说 有些自然的动作 你可以做 就是说 有些东西 你本来就不好 觉得卖掉了 也许你觉得 世界的市场涨得太高 也许等一等 看到9月份结束以后 看到9月份出来情况怎么样 也许看到10月初的 恶令情况怎么样 至少更多信息以后 你再投资 其实也是 也是不妨的 就是说 但是就是因为 因为9月份 你本来是投资的好好的 你本来是 100%是投资了 然后你就是用9月 8月31号 你把所有东西卖掉了 等到9月份结束了 这个是不值 这是非常不值得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有很多consequence 有tax consequence 有market impact 刚才说了 有那个commission cost 有各种各样的cost 即使9月份跌了 就是说 也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就是说 你不可能 timing的这么准 然后8月31号走 4月1号进来 也不可能 timing这么准 那就是说 就是说 你失去的东西 很可能就是说 比你得到的东西要更多 即使长期的情况下 也是这样 因为这意味着 你就得不到 long-term capital gains 对不对 你都是short-term capital gains 所以 那个税率就更高了 所以这个税率就更高 是非常不值得的 就是说 所以为9月份 这样去投资 当然是不值得 但是在9月份的时候 也许 也许比较小心一点 这个我觉得 也是应该的 就是说 因为 比较小心 in terms of trading的话 或者是investment的话 就是不要轻易入市 就是说你本来就有20% cash的 也许你就保持20% cash 你本来有10%的 cash的 你本来正好有一个股票卖掉了 也许你9月份不买进 就是说等到10月份再买进 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思索 就是说错的地方 因为如果市场有跌落的话 你有选择性 你不一定要 就是说也许你很喜欢的股票 就是说也许本来就很 fundamental很好 就是因为9月份有什么政治的情况 有什么经济的报告 有什么 不管是什么情况下 有些变化的话 你再买进来 我觉得这样的手段 还是不算太错 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 10月11月12月 一般说来都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历史上10月份 crash的时候还是比较多一点 但是11月12月 大多数情况都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觉得也许小心一点点 但是也不必要做太多的动作 好 冬浩博士 我真的很情不自禁的 要看到其中有一项 就是美元 美元的走势呢 在一个月 整整的一个月中间 就上涨了5% 那现在我是看到 它的USD的一个index 在昨天和在礼拜五和今天 已经是连续上涨的 当日的涨幅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比如说一个月造成5个percent的上涨 其实应该是两个月上涨5% 这个数字等于比买任何的index 都要成功 那这个美元的上涨跟黄金的下跌 原油也比较弱 这个中间有它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现在的利息比较低 那当然美元就比较上涨一点 那这个呢 跟现在地缘政治 一天紧张 一天又缓和下来 首先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然后现在是ISIS这个事情 当然这个是跟国土安全有关 那这个是对投资人的心里面的impact 跟刚才所说的这种美元啦 黄金啦石油中间 会不会应该要考虑到 我们做投资的portfolio的设计 要考虑到一部分 美元太强的话 一般造成如果国际 很多公司有国际的 国际的额银的话 它换成美元以后 就会比较弱一点 所以这个美元的 美元特别强的话 直接影响到公司的利润 公司的利润增长率 其实其实 我很高兴你提到这个问题 其实基本上这几年来 最好的市场 都是在美元比较弱的情况下 市场情况比较好 在美元或者不一定要比较弱 至少是flat 至少跟其他欧元相比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话 市场会比较好 美元太强 其实对市场是一个 不利的因素 就是说这是一个 其实值得投资者 关注的因素 美元这段时间比较强 其实主要的原因 就是利息的原因 跟国际政治的关系 是少部分 跟利息的原因是大部分 你看日本 利息当然是非常非常低的情况下 而且也在开始 执行一些量化宽缩的政策 那么欧洲 可以说是量化宽缩的政策 刚刚开始可以说 日本的 不是 欧洲的那个 Mario Draghi 他决心很大 就是说欧洲的利息 银行的利息是负的 我们看到 德国的那个 国库权利息非常低 甚至西班牙国库权利息 都比美国低 就是说 所以这个造成欧元 比较弱 美元比较强 然后我们看到英国 英国那个苏格兰 跟 苏格兰跟那个 英国有 要独立的倾向 苏格兰 在下个星期 好像是下个星期 有一次选举 就是说 是不是要 要从英国独立出来 英国 其实苏格兰跟英国 本来以前中世纪 是独立的国家 就是说 英国曾经是 罗马的一部分 苏格兰从来不是罗马 反正两个文化 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 所以最近在 苏格兰在 闹独立状况 就是闹独立以后 英镑当然也跌了 因为苏格兰独立以后 他不用英镑了 他肯定用其他货币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对英国 也是 对英镑也是不利 所以英镑也跌了 欧元对美元也跌了 日元对美元也跌了 就是说 所以 这个利息都有关系 因为全世界 虽然美国利息很低 虽然美国 我们可能觉得 美国的债券市场 是一个泡沫的状况 但如果美国是泡沫 那么欧洲是什么呢 欧洲是更大的泡沫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欧洲市场的 因为量化宽松 而造成的distortion 就给市场造成的 比美国要大得多 如果 其实所以 所以从美国 从全世界的 那个投资角度来说 其实还是 还是美国的房子 所以美国的房子 还是最漂亮 可以说 哦呀 对对对 那我们矽谷湾区的 气候也好 房子也漂亮 所以我们 我的意思 房子是经济状况 可以说 OK 所以是 经济状况跟金融状况 就是说 是 就是说是比较 还是处于 处于比较正常的状况 所以即使 不管怎么样 听东豪博士 今天的访谈的论述 就是觉得 美国可能是股市 我们进入了9月 要小心一点 谨慎而为之 并没有看出太大悲观的一种现象 所以还是不要 take the chips from the table 对 还是继续保持 fully invested 也不需要太过分紧张的说 哦 现在就不要用margin 或者是raise cash了 等等 也没有这样子的恐慌的意识 对 其实并没有恐慌的意识 因为 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市场 以前的市场 要注意美国是不是 还在recession之中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要注意美国 是不是会通过膨胀 就是说 美国是不是会过热 就是说 因为recession的可能性 确实太低太低了 就是说 从现在的情况下来 所以投资者关心的 就是说 市场是不是 会 就是会不会 会不会过热 就是说 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OK 原来如此 好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正本清源的一个观念 所以并不要 因为今年的股市 并没有超过 10%以上的correction 就认为 这个correction 可能马上就在眼前 但是我们只讲了 9月份 但是10月呢 再看看那个时候的情况 还有看看9月 美国股市的走势 我们再来研究 一个月 一个月的来算 反正2014年 只剩下四个月了 今年实在是 过得非常的快 东豪博士 再度感谢你在中秋节的晚上 来接受我们的访谈 感谢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您想要找东豪博士 预约一个appointment的话 电话号码是 408-689-2509 408-689-2509 我们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休息一下 请收听下半场的访谈 我们是谈一个消费新资讯的单元 马上回来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 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风险 税收 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洽询 408-689-2509 网址 www.askdz.com A-S-K-D-Z 2007年底 我们的一场市场分析讲座 让上千的家庭 避免了08年的金融浩劫 在牛市连创新高 已近七年之养的今天 您愿意提前聆听 我们的及时嘱咐吗 欢迎您参加 银途财富 投资时局 警示讲座 未雨筹谋 稳操胜券 于下次金融海啸 9月14号 星期天下午2点 报名 intowealth.com 进入财富 获志点 408-586-9969 586-9969 董燕杰 董燕杰房地产经纪 Max Rio Cupertino 董燕杰服务 硅谷12年 从Saratoga到苗毕达 从Pala Alto到圣河西 董燕杰专业诚信 卖屋上市1.5% 电话650-867-1248 867-1248 董燕杰执照号码 01377923 Rebecca Lin 房屋买卖团队 房源充足 买方遍及全球 专业的服务 让您省心省时又省钱 Cupertino学区屋源源不断 免费咨询请致电 Rebecca Lin 408-720-6800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2007年底 我们的一场市场分析讲座 让上千的家庭 避免了08年的金融浩劫 在牛市连创新高 已近七年之仰的今天 您愿意提前聆听 我们的及时嘱咐吗 欢迎您参加 英途财富投资时局警示讲座 未雨绸缪 稳操胜券于下次金融海啸 9月14号星期天下午2点 报名intowells.com 进入财富 货质店408-586-9969 586-9969 山景城老赵川菜馆 8月全新菜单隆重推出 红烧肉 毛雪旺 大盘鸡 水煮牛 酸菜豆花鱼 四川凉粉 麻婆豆腐 招牌口水鸡 呛土豆酸辣汤 淡淡面 夏日炎炎 一瓶啤酒 两碟小菜 三棚四友 相聚 老赵川菜馆 地址400号 Muffet Boulevard Mountain View 电话650-262-9728 650-262-9728 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现在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她是天天电话卡专卖店的负责人Vicky Vicky 中秋节快乐 周乐小姐你好 中秋节快乐 也在这边先祝各位听众大家中秋节快乐 身体健康 合家团圆 对 这些虽然听起来是俗套 可是都是最实际的祝福 也是诚心的祝福 好Vicky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消费新资讯给所有的朋友呢 好 因为呢 那个prepay的都是prepay的手机计划 都是个人的 我们现在 因为prepay的个人计划卖得很好 所以公司我就跟公司争取prepay的家庭计划 哦 family plan 对 family plan 她现在有四个不一样的计划 ABCD四种 但是我们讲个最简单好了 T-Mobile的prepay的家庭计划非常好 她A计划的话 四条线一个月才100块 四条线一个月100块 对 你会觉得100块也许要听听看有什么内容 对不对 对对对 包括什么 对啊 100块不是重点 重点是包括了些什么 对 OK 它包括了unlimited minutes 就是unlimited talk unlimited text 还包括了unlimited data 哇 这个厉害 data最重要 对这个data最重要 因为我记得在上一次节目里面 我们谈到过说 现在我们用的user的习惯是minutes越来越少 data是越来越多 对 text也增加了 其实text只是传递消息的一种方式 对 并没有像以前那么显著 没有没有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app也都有联络的方式 所以data就可以包括text之外的东西了 对所以当我们要使用那些popular的app不管是wechat啦或是line啊或是whatsapp或是qq的话我们都是需要有data 所以tmobile他很大方他给家庭计划是unlimited data 但是他有一个弹书 他的弹书是说每一条线如果你是三条线的话 你每一条线每一个人头一个gigabyte是4G LTE的speed上网的速度 但是你还是有unlimited data 当你超过一个gigabyte的时候就给你三G的速度 基本上三G我觉得也够了啦 因为如果是用只是你的target重点都是用在app上面三G速度是绰绰有余了 因为美国三G速度也是很快 然后如果你是A计划但是你有四条线 他有个promotion现在是每一条线前面2.5gigabyte是4G LTE 所以他是在鼓励多一点人参加家庭计划 就最起码你有四条线 如果你有四条线他给你更好的offer给你是同样的价钱 所以他就是assume一个家庭有爸爸妈妈两个小孩 对 这是minimum四条线之上 under 4就不qualify under 4他还是给你unlimited data 只是他的first one 只是前面的1GB是4G 如果四条线前面的2.5GB是4G I see OK 差别是在这边 所以至少四条线以上他的Zone就包括的比较大一点了 对他上网的前面的有多1.5GB是4G LTE 但是永远都还是有unlimited data 并不是因为说三条线或四条线三条线只有一个gigabyte data 还是他那个计划永远都是unlimited data 这是非常amazing的事情 因为你现在去任何公司找很难找到家庭计划给你unlimited data so far我没有看到 是 对就是比较大的公司了 所以现在听起来这种unlimited unlimited的听起来very very beneficial 事实上人家也已经figure out 现在很多都喜欢用无声的联络 所以unlimited telephone也许是做生意啊 谈事情不得不用电话 所以他给你unlimited 那他觉得你也不会abuse多少usage吧 对没有错但也不是这样 我昨天就碰到一个客人 他特别来开一个individual计划也是prepaid的 他说他要来开的原因是因为他说 因为他跟大陆做生意 大陆所有的生意人都跟他说 那我们就用微信吧 他说哎呀我没有微信 所以所有的生意人 他说连大陆的名片上面都会印微信的ID 对所以他说他发现说 现在要跟大陆做生意 我说大陆做生意不用email 他说他们都不喜欢用email 是的 也不喜欢打电话 就是微信吧 就跟他说 微信吧 你的微信和抗是什么 你的微信ID是什么 嗯 他就觉得哎呀真的 还是需要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data的 哎呀 Micky我上个礼拜才reorder我的business card 你忘了提醒我 我要是找访问你两个礼拜 我就会把我微信的ID加上去了 嗯 对现在大家都用微信 就是让我很surprise的是说 他们即使谈生意都喜欢用微信 嗯 呀这个可以解决距离遥远的问题 对对对 而且写下来呢 有写的特点 但是有一些必须要用声音来clarify呢 这个又已经包括在prepaid family plan里面了 也是有unlimited talking time 对对 而且我觉得这些app现在越来越聪明耶 还可以打电话 诶 然后还有很多更好用 比如说我今天帮某人要买什么东西 然后就take picture 然后就做一个评证啊 就寄过去就好了 很省事 对要买东西的话 如果说有很多选择的颜色 对或者是适应 你可以就干脆用video 他当场就可以选 对 我们最近因为在北加州华人传播媒体协会的 要进入比较rehearsal的时候 所以常常都有事情要彼此商量 结果就有人发起talking time 还有video time 居然我们这个群里面有七个人里面 只有两个知道 其他五个还不知道呢 我本来以为不知道的应该是我 结果不是我是别人耶 OK 那你应该是proud for yourself 这个实在是很实用 非常实用 这样会不会让电话公司也生意被抢走了很大一块 在电话长途电话卡这个部分 生意是被抢走了一块 他是没有错 但是没办法 因为这是市场的趋势 我们人不断的在进步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这些carrier现在也要随着趋势走 所谓的prepaid不要忘了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no contract 没合约 没有合约绑住 比如说你用了半年 你不想用了 或是你想换另外一家carrier 你不会有penalty的issue 你不用担心 你就直接switch就好了 好 如果说这个家庭里面 他真的要这样做了 他听了我们的节目 他觉得这个对他们家庭 非常省钱方面有很显著的进步 那他要怎么样来跟你来实际来做 OK 各位可以在永和超市的team mobile的 那个角落里面找到我 我们店里的电话是408-253-6682 408-253-6682 还有就是请不要走错柜台 我们那里面有两个是verizon OK 我不是verizon 所以不要去verizon 要去找Vicky 这样听起来不太好 就请team mobile 但是这个是要identify吗 对 就是在team mobile的site 请各位多花一秒钟时间看一下 哪一家是team mobile 我们的team mobile的site 来那个地方找我就对了 就是对我来讲 比较好identify的一个方式 就是在那个有一个门口的地方 就是在门的旁边 左手边 而不是在门的对面 对对对 就不是在大门走进去 正对的大门 不是那一个 而是在门口的旁边 对对对 要看到team mobile的那个site 天天电话卡 对 找Vicky 你刚才提到一个重点 其实这个东西我不太跟各位 我不太愿意跟各位听众分享 那我就要来挖掘出来 对 因为呢 这家公司现在很聪明 这家公司叫ultra mobile 它是under thatteam mobile下面 然后他出了一个计划 很amazing的计划 哦 20块一个月 你有unlimit talk tax 还包括打中国 新加坡 泰国 家里跟手机是unlimit 啊 才20块一个月 哎呦 所以电话卡的生意 势必 在未来 会慢慢没落掉 嗯 那他是20块一个月 很划得来 对 但是他只有one hundred megabyte data 嗯 但是我们店里有更详细的计划 因为我对每一家公司产品 我都花时间去研究 嗯 所以我会把它re package 怎么样最便宜的方法 客人用最少的钱 可是有很多data 嗯 那这个东西我就不在节目上细谈了 是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找我 所以这家公司ultra mobile 现在是在做一个promotion 嗯 20块一个月 你就包括在美国 打跟收还有简讯是on limit 还包括可以打中国 还有新加坡泰国 嗯 也是on limit 中国新加坡泰国 就看你的活动的范围 如果在那一个地段很多的的话 这个就非常合适 对 但是他30块以上的计划 他就包括打很多国家 他给你另外一千分钟 哦 就是国际了 不是只美国国内 所以这个也是中秋献礼 中秋献礼 也是一个special promotion 所以在那边跟各位分享 啊哈 20块钱的这个 就是他自己已经有了手机 已经有了hardware的话 对 就可以来怎么样 bundle 起来加入ultra mobile 对 这个plan 基本上prepare的东西 都是你自己要的手机 所以在计划上 因为公司不用再花钱 公司不用先花钱 在hardware上面 是 在手机上面 所以他自然而然 他可以把 因为他的cost 成本降低 所以他当然可以 offer你better benefit monthly plan 如果今天公司 他要先去买一个手机 他的成本已经存在那边了 他当然他在 他一定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说去比较简单明了的话 就是说你的monthly plan 他一定在他花的成本上面 先付出去的那个成本上面 他在你的monthly plan 他一定要赚回来 当然 所以他的monthly plan 一定会比较贵 对 现在做生意都是cost sensitive 对吧 你看到说没有什么成本的 他一定build up 在其他的方面了 对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是 天天电话卡专卖店的负责人Vicky 他的店就是在Cupertino永和超市内 就在一个门口的旁边 公司电话是408-253-6682 408-253-6682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法拍屋讲座 昌星珠宝隆重介绍 德国顶级名表 格拉斯提原创Pandalunar 陀菲伦碗表 完美诠释传统制表技术 以手工奢华打造 黄金分割表盘 配备碳为观止的飞行驼飞轮 上演和谐美学的传奇 请急光临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苗毕达昌星珠宝 房屋市场太微妙了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抢到 本公司买屋买屋即贷款 便宁两体才一 罚整齐鸡 买得低 买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 省心 梦里香 金算子买屋买屋即贷款 一步到位买卖 真心贷款开心 真可谓 贷款做得好全名数学呢 买屋买屋妙金算子出奇招 惠敏博士毕业于清华 运导神算过目的望 向益加州 510-353-0855 或君基隆.com查询 最热线电话1800-958-856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Vicky你好 周伦小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讲完了刚才的T-Mobile的prepaid family plan 现在要讲的是中国手机预付卡 对对对因为这个产品很多客人问 那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呢 把它再稍微详细的解释一下 请详细解释 好 好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 跟大家分享 中国手机预付卡呢 它这个产品是专门针对我们这些 从国外人去中国 不管你是去business trip 还是去玩旅游的人都可以 因为一般在中国买的手机预付卡 现在有新的规定哦 才刚刚规定的你要有ID才能买 真的啊 以前中国没有对不对你去你记得 没有啊 对对最近新规定你要有ID才能买 要有中国的ID才能买 详细情形不清楚 所以我不愿意随便乱讲 但是我知道它规定要有ID才能买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难道我去就不能买吗 那我真的不清楚是要中国ID还是外国ID 但是反正现在不是你花钱就可以买到 因为你要有ID OK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因为在中国买的手机卡时常有分省份 绝对的 绝对你有过经验 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在上海或北京 特别便宜 可是你出了上海北京怎么样 特贵 特贵并且都不大能用 哦不大能用 OK所以这个产品呢 是专门针对去中国 他在全中国给你free roaming free long distance 哦 OK 就是没有分省份 分城市 好不管你今天在中国 你在上海在北京 你一张卡走走遍中国 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好东西 他这张卡在香港也可以用 在香港是free也是你在香港 他也是可以接收 你也可以roaming 所以说你到了香港 你不用再换一张卡 所以只要有一个电话号码就行了 只要一个中国电话 这个是哪一个公司出的 这是中国联通出的 怪不得哈 可以见得他们现在这个 手机的预付卡的部分 已经进入regulated的阶段了 对比较有世界观了 是 眼光放远一点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就说 只要有一张手机卡 你不但在香港可以用 然后你在中国也可以用 你不用换卡 也不用换号码 然后他最大的优点是 他在全中国是free roaming free long distance 所以不管任何人打给你 incoming free good 然后incoming tax free 但是你要寄tax要钱 是 你要打电话要钱 他打电话 不管你打中国哪个省份 不管你人在哪个省份 2毛9人民币一分钟而已 而且他是没有期限 只要你有keep你的balance 在你这张手机卡的号码里面 你这张卡永远是有期限 不会expire的 不会expire 那在这之前买的可能都会expire掉了 因为中国他的手机卡 预付手机卡好像有两年的期限 嗯 就我所自行是两年嘛 比如说你没有钱之后 你大概多久 两年就没有效 可是这张卡 只要你有keep your balance 有剩余一点金额 他都会一直让你一直有效 这个是在中国境内也可以买 但是现在在美国就可以买了 这个在中国境内买不到 这个产品是专门给国外的人出的 要回去要去访问中国 或是要去中国旅游 或是要去中国business trip的外国人使用 所以他才会有全中国的free roaming 跟free long distance 对 比如说到了天天电话卡来买 他现在你要求的是他需要出示ID 不用 他只要给我 因为我们这些所有 我们手上现有的手机卡 都已经有了现成的号码 所以很方便是说你在还没去中国之前 你先有了手机号码 你可以先email 或是微信或是whatsapp QQ告诉你在中国所有基金朋友 OK 我几日几号会在中国 然后我的手机号码是几号 你们可以用那个 用那个跟我联络 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大好处 即使你把这张中国手机卡 放在美国的手机里面 即使你人在美国 你还是可以收中国的简讯是free的 中国寄给你的简讯是free的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人在美国就是我们可能会有超过一个以上的手机了 对 就是一个一直保留是中国的那个系统的 对 就一直不停的在收 因为都是free 对 incoming text都是free的 所以 那你打出去就 maybe你可以用你美国的手机的方式打出去 对 也许你可以用美国的app的方式去跟人家联络 或是用美国的手机去text 你要用中国手机这个手机去text也可以 它不是不能 只是因为它是roaming稍微贵一点 当然 它不是不能 这会牵涉到international的roaming 对 这会牵涉到internationalroaming 明白 那这个怎么买法 哦 这个也是在我们店里买 只要有钱就可以买了 嗯 那就是买一个号码 然后在里面充值 是不是 对 它 它是我们有现成的号码给你 嗯 然后呀 卡也可以有大小卡 就是我们可以帮你免费减你需要的size 嗯 因为手机有不一样 有micro-sync 有nano 或是regular的 我们都可以帮你做 这方面的服务是免费的 嗯 如果你跟我们买那个中国手机预付卡的话 还有就是 很多客人问我充值怎么办 它上面 它的那个说明书上面写的很清楚 你在中国的时候就可以充值 哦 很方便 你可以经过电话啦 或是中国联通的当地的门市 你就可以去充值 哦 OK 我在中国的时候曾经 跟有一个人联络 结果我说 哦 我知道他会跟我讲很久 我就说 我这里头的值已经不多了 可能你要打电话到我的旅馆来 他说 请你挂掉 我帮你充值 结果我就挂掉 过了一下下 他说他在他的那个end 就已经替我的手机充值了 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这样 所以他只要你的手机号码 所以 因为中国联通在当地的门市部很多 或是你可以经过打电话 在中国当地打电话充值都可以 哦 这没有 这不是问题的 哦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好神啊 哈哈 只是我们只是不了解当地的culture 所以很多东西不了解 所以我们就相对就觉得 哎 某些人很有办法 哎 对对 我对就这句话 我觉得他好有办法 这么年轻 这么有办法 对 哈哈 好那这又是一个方便的方式了 对方便 这个以前是没有的 这以前没有 因为我一直跟 我一直跟一家大公司谈 我希望有这样的产品 然后我现在也跟台湾谈 希望有台湾的手机预付卡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帮我们 美国的消费者 争取到台湾手机预付卡 这个是有点困难度 因为台湾的手机预付卡呢 要两个ID 啊 要两个ID 哎我想想看 我去台湾买的时候 他是 对的确是 要两个ID 两个photoID 对 而且他有一个ID是一定要身份证 有一个 台湾身份证 台湾的身份证 然后另外你可以配 你健保卡啦 或是驾照啦 或是护照 但他requirement一定是 他们很严格的 非常严格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所以恐怕要就是long way to go 我还要跟公司在谈 对 嗯 对 要能够证明他有两个ID的话 对 恐怕就是我们有个变通方法 就是希望说他在美国提供两个ID 或提供一个drive license 然后我们可以 我们把这个资料 要传回给台湾的手机 这些公司 手机服务公司 然后有可能有这种变通的方法 试试看可以不可以 刚才你提到的中国手机预付卡 那他这个dollar amount 嗯 在这里买跟在中国买是贵一点吗 嗯 问题是你在中国买不到这个产品啊 嗯 因为你在中国买的并没有全中国是free roaming free long distance 如果你要在中国买这样的产品 你付的钱一定比在美国买这个产品还要贵 嗯 对明白 因为在中国买都是以当地的城市啊 或县市或是省份为主嘛 对 比如说你出了上海市 你去到别的地方 你去到南京 对另外买 你很贵 因为是roaming 对对对对 好谢谢你解释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在明天iPhone Apple就要开始来release他iPhone6 还有他iWatch的这个大新闻了 对 在这方面有哪一些讯息so far是已经可以跟我们共享的呢 okso far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他这次出来的iPhone6一定是4.7的inch 嗯 嗯他的平就大小是4.7inch 是 但是一个手掌还是抓得住 还是抓得住 ok 因为我很多客人并不喜欢太大的缝尤其是男生 因为他们觉得太大的缝有时候放在口袋啊 或是放在西装外套或衬衫口袋不是那么方便 嗯 嗯而且他们觉得一只手可以control也蛮好的 嗯不见得要用两只手 所以每个可见user inuser的习惯是不一样的 对 iPhone6他的hardwareso far呢 我们就跟各位分享一些 嗯 好他基本上他前面的camera镜头呢 换成300MB就是300万像素 3MBP高了很多 高了很多 然后后面更高 后面有1200万像素 哇这么高 在市面上最高的就是1200万了吧 so far应该是 so far 但是他的解析度呢又变更清楚 是 他现在好像是大概是2000多还是3000出头 但他现在新的听说是在5000 4000到5600之间 照相实在是 任何的smartphone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因为现在大家很喜欢照相 又很喜欢跟大家share啊 像我们家 小孩很喜欢用snapchap 嗯 ok 可是年 这是年轻人啦 TINGH在用啦 大人不太用 大人喜欢用Facebook 嗯 对 是照相的功能如果还可以看出来有3D的效果的话 那个真的是很赏心悦目 所以iPhone6在照相的功能就已经进步很多了 他们这次improve很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把前面跟后面镜头 他的那照相的系数都提高很多吗 嗯 但是基本上大家一直在希望有的蓝宝石界面 这个方面恐怕在4.7上面是不不太会有的 所以在iPhone6上面看不到了 在4.7这个上面这个size 在4.7 对上面有可能看不到 是他5.5的那个现在因为蓝宝石的界面 对 做出来太delicate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嗯因为在他的那个就是在装配上哦 蓝宝石界面这个技术还是比以前难度要高很多 所以在这上面很花时间 而且蓝宝石界面这个 这个这这一块的这个材料 市场上不是很多 所以跟有一个股票不是跟Apple 他就是蓝宝石界面也涨了很多吗 是 想起来没有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在5.5这个inch 他们已经不是叫iPhone6 而是叫iPhone Air 就跟他的iPad Air 一下 对他叫iPhone Air 嗯那iPhone Air5.5就很有可能就是 会估幕聚蓝宝石界面 所以那个是在9月9号公布 他可能也会告诉我们 when to expect the iPhone Air 对来问世 对他们希望在 大概跟iPhone6中间 没有差太久时间 可是据台湾的新闻 我看台湾新闻说 他们最快恐怕11月才能出产 因为在装配这个 上面蓝宝石界面上 他的问题很多 浪费很多时间 但是至少他们也要赶在 过节之前 大家要送Christmas gift的时候 要能够问世 才能够造出来 才能够创造出来 另一波的sales的hype 对对对 是非常感谢Vicky Vicky她的店 就是在Cupertino永和超市内 在门旁边的T-Mobile 天天电话卡 请大家不要找错 公司的电话号码是 408-253-6682 408-253-6682 Vicky非常感谢 你在中秋节的晚上 来替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解释了最新的 中秋献礼 Prepay Family Plan 还有中国手机预付卡 也告诉我们这么多 关于iPhone 6 还有他们iPhone Air的 这些release上面的消息 感谢您 您不客气 好的 听众朋友 今天晚上节目结束 我是周乐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晚七点见 拜拜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